- 大家不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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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說華為要有點鮮嗎- 看人家拼我- 剛看完拼我- 再看看華為-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繼iPhone 15系列被動的傷害中華民族感情之後 現在連星巴克也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啦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國的Apple Store跟華為的客流量的區別啊 看完之後再帶大家來瞭解一下星巴克究竟是為什麼被動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啊 - 買華為的來了耶- 不都說華為要有點鮮嗎- 看人家蘋果啊- 買不買這人氣- 剛看完蘋果啊- 再看看華為- 華為幾乎是沒有人吧- 講話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華為冷冷清清的- 兄弟們- 我現在在上海- 黃埔區- 南京- 東路這邊- 蘋果專賣店啊- 看看蘋果15沒有上市啊- 啊- 啊-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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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号是实体的开卖第一天 这个礼拜五我们来见真章 有多少的中国人会去 9月22号那一天排队 那个时候估计粉红还要再崩溃个两三天 苹果这个星期根本抢不到 淘宝秒没 到现在这个服务器还炸成这样子 根本抢不到 15了已经 我刚刚朋友我们两个人抢了十几分钟 他就抢到一台10月10号的 这还是10分钟之前10月10号 现在估计不知道得到什么时候了 有人说容易抢 真抢了 根本抢不到 哎呀又无货了 这个门还在转 根本抢不到 iPhone15昨天晚上刚上线 就全部卖光了 你们不是说不看好吗 才10分钟 你们就把苹果官网给挤爆了 两大电商平台的旨舰店 听说不到一分钟 首批15 Pro和Pro Max 不系在哪啊 这个事说出来都丢人 昨天晚上8个人抢iPhone15 Pro Max 一个都没抢到 关键我还是个手机数码博主 还出了iPhone15 如何快速抢购的攻略技巧 结果完败 零收入 大家不都是骂得很惨吗 怎么都去买了呀 等我能进去下单的时候 发货时间都排到了10月底 你感谢吗 我又转站到天 发现可以下单了 但是看到发货时间 我整个人都傻了 39天内发货 所以可以看见啊 网路上多数是口嗨的粉红居多 身体力行支持华为的啊 那都是福云啊 这个人数跟苹果比起来 应该是少之又少 支持华为的 说再多都是假的嘛 很简单 请问粉红啊 你们身边比较有钱的那些人啊 是拿LV啊 Chanel啊 爱马仕啊 开外国车系啊 不管是特斯拉也好 或是宾士宝马 宾利大牛小牛 或拿苹果 等人比较多 他们会被你定义为 有钱人的身份标示比较多 还是开东风啊 比亚迪啊 武林宏光啊 李宁啊 拿华为 你们会定义 到底哪里一个 比较是在中国 你们会舔的那些人 对吧 你们家大老板出去谈 生意是开武林宏光还是宾利 如果你认为 中国国产的都很好的话 那你去相亲的时候 你去做任何事情 应该都要 拿中国国产的去 对吗 你还可以 以此情乐这个女生呢 你怎么都用这个 外国的品牌 你穿什么Chanel 你带什么LV 什么爱马仕 你是不是不爱国啊 你可以扣他是间谍的帽子啊 你要是不想让我举报你 你就跟我在一起 当我媳妇吧 对吧 这种话 供给你们参考啊 虽然这不能代表 一定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但是在中国这种 拜金主义至上的国家 别跟我说 你们的社会风气 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台湾 你觉得很严重的话 那你没看过 中国的拜金主义 那是地狱级别的 从你们所谓的结婚 谈对象的标准 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吗 这个你们自己都经历过 就看你们那些影片 都看得出来 所以不接受反驳 事实摆在眼前呢 黑不了苹果 诶 只好黑苹果的员工 他的样貌 长得像刻板印象里的 中国人 哦 所以他怒吼 甚至有些爱国网红 还刻意夸大说 他是在侮辱整个亚洲人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台湾啊 日本韩国都没有 像你们这样觉得 哦 自己被侮辱了 就你们 就中华民主而已 你知道吗 结果你们说 这个奇貌不仰的苹果员工 他是印第安人啊 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道歉 眼见 又被发现 抹黑造假失败了 现在转了黑什么 黑星巴克 前几天也有个 中国摄影师说出来啦 星巴克在前几天 举办一个活动 是向全中国招募拍摄 9月16号的 星巴克39.9双杯活动 其中里面第四条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拒绝提起中国制造 或是中国咖啡的相关话题 或是话术 结果这让粉红破防了 纷纷痛嘛 对不起 我不能理解的事 抱歉啊 我要放弃这个拍摄的项目 在我的国家 不提起我的国家 我接受不了 但星巴克拍摄的窗口回应 因为想把热点放在咖啡上 而提起中国肯定这个销售 或热度会非常高 大家都有爱国情怀嘛 但我们想把重心放在咖啡 而不是特定国家上 结果北京日报说什么呢 你大可以说什么星巴克洋的品牌啊 FIT中国咖啡 好好好 星巴克又是中国咖啡了 好没问题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 大家都知道嘛 星巴克会适量的去采购 当地国家的一些咖啡豆 结果粉红们就认为 因为星巴克 有采购少量的云南咖啡豆 所以呢 怎么就不是中国制造 怎么就不是中国咖啡呢 就像手机在中国组装 所以它就是中国手机啦 苹果手机里面用台积电制成的晶片 所以苹果是台湾手机啦 咱们台湾伟大复兴啦 我非常能理解 星巴克为什么不想要提到中国的关键字 因为现在只要提到中国 大家就是联想成爱国爱党 不管是说中共政府也好啊 圣上也好啊 高官啊民族啊国家文化历史 这些通通都会被他们定义为中国爱国 因为他们党国文化协同分不清 星巴克不想参与这种爱国活动 或是不想要被贴上有这种标签的形象 所以不想提 我认为非常的正常 但星巴克似乎忘了 中华民族特殊的感情啊 是非常的脆弱的啊 不然我是这样觉得啦 不然我觉得是这样啦 你们发起抵制星巴克运动啊 让星巴克滚出中国 我看你们以后拿什么饮料出去装逼啊 是吧 据我的印象啊 你们好像前两三年啊 也抵制过星巴克 失败告终 在海外看到中国银行都可以哭得一塌糊涂的民族 在海外看到华为的广告 也可以觉得自己非常强大的民族 还有什么就呢 你们有看过美国人在海外 看见星巴克之后拍片痛哭啊 哦美国强大啦 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星巴克 此时此刻的我啊 身为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骄傲 到处都有麦当劳 肯德基星巴克 星巴克这个企业啊 跟美国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 你骄不骄傲 敢不敢动 星巴克的控股权跟收入 都不是任一个美国普通百姓的 除非他有入股啦 但那是个别现象啊 是不是 一个手机 一家银行 甚至一杯咖啡 都可以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 我的天哪 如果按照美国人是中国那样的模式的话 现在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美国人义愤填膺的发起爱国旧星巴克运动 啊 中国这样是赤裸裸的抹黑跟启示 咱们美国的星巴克是侮辱我们美国人 对不对 这个操作 放在你们中国就会是这样子啊 这几年你们见不多吗 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位爱国大爷 移居日本后 在日本的国有土地河道旁啊 种田还拿去当地超市变卖 侵占国有领土啊 种田之外还盖了很多小农舍 这被日本的YouTube拍片揭露 直将爱国大爷啊 挥刀逼退日本人 这小粉红一定要说啦 我们成功雪耻啦 为南京报仇啦 真的是这样吗 带大家来看一下 反转了啊 你们各位知道 我在推特上看到最荒谬的言论是什么吗 有一些爱国留学生他说 这当然也讲的是日文啊 只是很像中文的发言 你们把它打上中文字 洗地洗成这样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啦 我只能说啊 不好意思啊 他为南京却只失败了 他被抓了 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之前中国大妈在日本河川 补牡蛎 还把壳乱丢造成当地人踩伤 而日本河川的牡蛎 是为了稀释工业废水而放置的 你们拿去吃 还笑日本人免费的不吃 还反对 所谓的河废水 先前还有一家人跑去日本的公园补餐来吃 现在又侵占国有领土 你们这么有本事 回去中国啊 去跟共产党抢领土啊 去跟村干部抢宅基地啊 去跟党买土地的永久权啊 不用这么的欺善怕恶好不好啊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记得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频道走得更长 我是八九 下次见了 拜